韓戰爆發之後 聯合國授權美國 組建一支聯合國軍協防南韓 現在70年後 居然又再一次 有這個所謂聯合國軍 特別是17國的防長 共同開櫃來營商 如何來維持朝鮮半島的安全 這個動作其實針對性非常的強 因為1950年韓戰爆發 中共也在背後撐腰 所以針對的對象非常明確 除了建制北韓 當然也有警告中共的一個味道 近年以來 過去傳統美韓之間的關係 已經擴展到三邊美日韓的軍事合作 連軍演都要例行 現在更進一步拉攏 更多的外交盟友 協助所謂的南韓安全 那南韓是不是有 直接迫切到這樣的程度 外界也在觀察 其實更重要是整個 亞太地區整個地緣戰略 其實是呈現一個聯動的狀況 為什麼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 美國第七艦隊忙協防台海 因為整個地緣政治上面來講 第一島鏈 朝鮮半島 如果有事的話 非常有可能也會導致 中共來入侵台灣 所以南韓能夠安全的情況下 台海也可以相對獲得穩定 今天如果這個17國 越來越多國家參與之後 美國也可以抽身 如果今天萬一台海有事 就把台海作為防衛上面的重心 那同樣是一個平衡的作用 中共你想要我分兵 我就找很多人來助權 對 那對中共來講 基本上可能沒有哪個地方 是比較弱的 可以攻擊的一個著力點 中共軍事上面不斷的挑釁 壓力越來越大 情況之下各國願意站出來 如果可以有一個北約 特別東北亞的小北約的出行 出現對於這個中國 要動武的時候 他會有所顧忌 他也會擔心 雖然其他國家不像北約 這樣明確集體防禦的能力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些政治上的表態 讓總共在台海 或者他要進一步支柱北韓 去入侵南韓也好 軍事上面的決策 我相信他都會有所顧忌